总过往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一年桑大哥一直没有从老伴去世的事里走出来 大哥现在想再往前走一步 也是因为青梅竹马的老伴在临终时对他的嘱托 哎呀 你要找个老伴 我说不找他 他说不行就找个好一点的 对这个姑娘能好一点 原来不想找他 我这帮朋友也都说我 我说我女儿也说爸你不应该找一老伴 你冬天回家有时候 你要打个帽啥的 原来说再给你端背嘴都没有 为了完成老伴的遗愿 大哥找到了我们原来不晚的节目 大哥说呀 这一次他可是带着目标来的 你们那不有叫卢雪 卢雪 桑大哥相中的是卢雪卢大姐 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 大姐原来是榆树小学的一名老师 和前夫分开之后 为了给自己换一个生活环境 他选择提前退休 带着女儿来到了长春 那桑大哥相中卢大姐哪一点了呢 我就看那期节目 他还可以 他说话 挺嘎吾六岁的 干净啊 整个干净嘛 小姑 干净利索 或者我这个 我给你们那个下载一个 关注我们那个啥了 对 他太少了 是不是 连个这一旁都没有 后面是载两个人的 前面就是一个 我这人就是提醒 特意回叉了 叫他那些节目 对对对对 相中卢大姐之后 大哥特意在原来不晚 快手官方下载了 卢大姐的那期节目视频 在家呀 也是反复的欣赏卢大姐呀 不知道卢大姐 现在的感情状况是啥样呢 卢雪52周岁 李毅退休金4500元 家住长春 住房面积50平米 你们不帮我的话 我就没有一点进展力 咋的呢 没有交集圈呗 我觉得挺靠谱的嘛 最起码的 不会有上这抱着 玩的心态上这里 是吧 你不像别的平台 这有身份认证的 我觉得还是靠谱的 在一个前程比较多 是吧 成功率比较高 最近是不是也一直在等我们 给你打电话呢 那能不起看吗 既然报名了 反正我们 我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卢大姐特别信任我们的节目 把她后半生的幸福 都交付给我们了 看来红娘是身负重任呢 赶紧跟卢大姐介绍了桑大哥的情况 和大哥对她的心意 听你说的好像除了年龄差 我们两个差 大约是七岁 这个是超出我的 就是说择我的这个范围的 但是我这人就是说权衡必毙 如果各方面斗滚和 也是我喜欢那个类型 我可以说可以放放吧 我不会凑个一个机会的 如果说圆门到了 那我当然是更高兴 看来卢大姐也对桑大哥 还是有所期待的 但卢大姐说了 她现在找老伴有个新的问题 不知道大哥能不能接受 打算二二年春夜想回港的事 我们就是到最后合同期 我再不回去的话 我小叫后期一行上 我们到退休的时候 工资差挺多的 如果我走了哪 她能跟我哪 坚持两年下来 我也并不是说不能回港春 放寒假了两个月 暑假一个月 还有假期也挺多的 我跑一跑分 两年很快就过去 原来大姐因为工作的原因 得为余数再上两年班 红娘也和桑大哥说了这个情况 大哥说呀 只要两个人彼此相忠 这些都不是问题 最主要的是两人见面之后啥样 为了给大姐留个好印象 大哥赶紧带着红娘去接卢大姐 留个好印象 留个好印象啊 不光接到还有礼物送给他 送啥呀 今天三八夫妻姐吗 送出鲜花吧 大哥心思还挺细腻的 和大姐见面这天 正好是三八妇女节 她特意为大姐准备了见面点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啊 对啊 为啥选这些回来啊 一心一意就是 实心实意呗 怎么紧张呢 我看你这样挺紧张的 紧张吗 手紧着插头啊 不紧张啊 一心一意的爱慕 和实心实意的付出 这寓意还真好 大哥带着鲜花和爱意 卢大姐带着欣喜和期盼 两个人终于要见面了 这以前送过女生花吗 没有 实在不好意思啊 没整过呀 六十岁了哪整个照啊 我还整 整不会了 真紧张啊 我哪接触过这个呀 怎么紧张啊 不紧张啊 不紧张啊 真紧张啊 想想见面跟大姐第一句说啥呀 啊啊啊啊 先祝她节日快乐 今天不过节吗 是不是啊 哈哈 不教我都整不会了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 慢点慢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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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诺姐 你好 节日快乐啊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好 太有心了 挺高兴的 我就觉得不玩咋样啊 嗯 她挺细心的 我除了我女儿以外 第一次说得很细心 哎呀 感受 真的好感受 谢谢啊 辛苦了 听大大姐这么说 大哥心里别提多美了 这束鲜花呀 还真买对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白鹤花 我的网名其实就叫白鹤 好多年了 白鹤好鹤嘛 白鹤好鹤 哈哈哈哈 确实是精力不错 大哥看了大姐呢 感觉呢 咋样啊 嗯 值不值忘 挺好的 挺好的 有点勉强 那些水的水 大家在紧张 有点紧张 嗯 嗯 其实我也紧张 你看昨晚上几乎就是 两点才睡 后面两点 我在12点都还没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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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人对这次见面都是充满了期待呀 大哥这一句话呀 让卢大姐放下心来 两人聊天的气氛呀 也渐渐的好了起来 大哥大约能有几公里 从你搭到我家 13公里吧 累不累呀 不累 我都习惯了 多少年你驾龄了 20多年不到30年 我驾照拿的时间长 但是实际经验不行 你驾照啊 有我08年就烤的熟期烤的 好 找个进行找个会开车 想那些出去玩啥的呀 里里游进到 能开嘛 一人开太累嘛 今天大哥跟我说 互相找一个会开车的 嗯 我也就是有这个愿望 两个人出去了 互相有一个替换的 也省个累嘛 哎妈 你跟大哥说的这话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一个字都不差呀 哈哈哈哈 大哥和大姐还真想到一起去了 卢大姐会开车 又在大哥心里给他加了一分 大大哥就想看看 他符不符合大姐的择偶标准 我吧 就是说演员过得去 然后为人处事啊 三观呢 生活习惯呢 很多很多方面 我觉得两个人这个年龄断了 比彼此都委屈是吧 喝酒的呢 喝酒的呢 真的这个酒 闻到了 就觉得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 我家酒多呀 桑大哥看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啊 有了心上人 卢雪卢大姐 为了这次见面 还特意给大姐买了鲜花 本来好好的乡亲氛围 因为大哥问到 大姐能不能接受喝酒的事 场面有点尴尬了 桑大哥一个不喝酒的人 咋上来就问喝酒的事呢 开玩笑嘛 他不是不喜欢喝酒的吗 没啥闹的呀 你刚刚刚 挺尴尬的 你喜不喜欢喝酒的呀 对呀 大哥逗你呢 大哥他虽然挺多 但是大哥也是心里有不感 因为他想了解我 坦定是 他不会往牵狗撞的 竟然帮我来的喝酒的能吗 是不是大哥 没有意义了 他就是 他就是试探我吗 他其实是 知道我最介意的是啥 他就是开个玩笑 小游文问我这种知道 原来 桑大哥是想拿喝酒的事 开个玩笑 让两个人聊天的气氛呢 轻松一下 大姐说完择偶标准 大哥就想问问大姐 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彩礼呀 有没有彩礼他的呀 没有 我头一次好像 其实没有彩礼 只要我肯嫁你怎么都行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那个魅力 有没有那个魅力 哎呀 有没有魅力 魅力 哎呀 我这魅力还没长的 说到魅力的事 大哥心里就想了 这人格魅力呀 一下子也看不出来呀 先让大姐看看 未来的居住环境 看看能不能给自己加加分 这不啊 刚到小区楼下 大哥就主动介绍起了 小区的环境 大姐对大哥家小区的环境还挺满意的 不知道到了大哥家 大姐能不能满意呢 哎呀 好漂亮 多大厅啊 太大了 太大了 是这个环境 太大了这房子呀 是我的房子在几倍的 你真想到 我哪儿不算 平时你自己收拾啊 我也不愿意住啊 我还是去世以后 我就没来住了 那一个人住这么多房子 真是那个 收拾都收拾不了 我一月来个三四四 也来交流房收拾 擦个地 哎呀做这个家的女主人呢 也非常勤快 这太大了房子 不是这个 好收拾 大家环境是我比较认可的 就是干净 房子大 大哥一个人还把屋里收拾的这么干净 让大姐觉得大哥是个干净人 对未来的居住环境很满意 听到大姐这么说呀 大哥也放心了 但是得先把自己的不足说出来 看看大姐能不能接受 我血汤糕 血汤 对 我血汤糕但是也行 你超多少大姐 我现在我也没凉啊 但我故意不搞 我带极草树 打极草树 几年了吧 我带了四年多 他现在维持的挺好的 是不是 没点问题都没有 带一堆棒吧 非常好 而且大哥也没有啥不好的习惯 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 我还是心里有点小忐忑 我就怕这个胰岛素 对于男士来讲 可以 咱都应该明白 据我掌握就是 男人要是糖尿病的话 对生活肯定是有影响 无性婚姻我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希望 能 都合牌 他身体不是有糖尿病吗 然后大姐就是考虑到时候 两个人这个 正常的生活能不能有所保证 那可以 这个速度也不可能看年轻人 我说第一两句话 是不是 逗了 逗了 这就跟彩屏手机和老年纪似的 这个功能要有 用不用是我的事儿 至于说怎么样 那是后话 但是如果真是一点没有的 我真的会接 大姐觉得夫妻生活是两口子感情好的一种体现 毕竟他和大哥的岁数都不大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那在这个问题上 大哥的回答 大姐也挺满意的 之后大哥又说出了他的另一个缺点 不会做饭 再一个就是啥呢 我想找一个 会做点饭的 起码如果咱们不是说你想吃条鱼 对不对 那买条鱼 那我真不会做 我手机排骨都不会做 我厨艺还行 我姑娘姑娘他们就是嘴特别吊 但是喜欢吃我最多 做饭吧 我大一般的饭会做 就是这个大的 家常便饭会就可以 对 真正有老伴不熟的时候 别让我吃外卖 我最不喜欢点的外卖 从来不点 我真正还不挑食 就要做熟了我就能吃 大哥是想找个会做饭的伴儿 弥补一下他不会做饭的这个缺点 卢大吉好像没明白大哥的意思 一直说的都是大哥做啥样他都能吃 大哥赶紧说呀 他不是这个意思 我得找给我做饭 因为我不会做饭 不会再不可以学呢 学一般我学不好 我就这样 那我我这是称职的老师 那没有教不会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我这么多年没做过饭 都我爱人做 你不愧你可以学一下 真正我要是不舒服 躺在床上了 那我就不想吃外卖 老伴你给我整 无论整啥 你给我整熟了就行 那如果养成那个习惯 我啥我都不能 我只能给你交外卖 这种我都不想要这种生活 你可以不会做饭不紧 但是说我做的时候 拿给你打下手 我要的是这种氛围 我不希望我在厨房忙 你在床上等着吃 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年轻时候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 我走这一步 我希望我老伴跟我掺和掺和 真的 那能 那可以 是不是 对 对 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相互摸合 彼此各让一步 一辈子没怎么做过饭的桑大哥 愿意为了卢大姐在学习学习做饭 大姐做饭的时候 她也能帮着打打下手 这番话让大姐觉得大哥是真心待她呀 愿意为她付出 为了不辜负大哥的心意 卢大姐得把她现在顾虑的事说出来 看看大哥能不能接受 你说我明年春天要回去上班大约两年 我是为了进高级之称 那你现在不上班了 我的08年多人家一直没上 那你怎么算你单位给你 跟政府签的合同吗 挣80% 那多好啊 非得还回去上班啊 那我不是还差那啥吗 差最后一个合同期两年吗 就差这个 就进了高级之称 对 就多开点工资吧 是啊 能多开多少钱呢 好像这一个级别得差一个 一个月得差一千多 那就不去了 我一个给你两千 一辈子事儿哥 那你看你能不能跟我过的一辈子吧 当然是 那你跟我过的 我就给你赚点钱 向大哥说的别上班了 我一个给你存点养老钱 但是不那么回事 我这人就觉得 我该得的钱 我到退休年龄 我干嘛比别人少那么多 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了嘛 上了一辈子班 然后临到最后要退休了 能进上回去我就能进 你要能陪我回去上最后就 我跟你回移术啊 移术也不远 是不是开机要三四个小时 两个小时啊 高速两个小时 而且大姐还有寒暑假 对寒暑假 那我都知道 反正假日 我妈也去校的我都知道 一年顶多顶多七个月 行 这个能力能不能接收啊 大哥说话我给你处事 我觉得是我欣赏的 为了完成大姐的心愿 支持大姐的事业 大哥再一次做出了让步 愿意陪着大姐去余树生活两年 大哥对大姐是真的动心了呀 只要大姐高兴 她做啥都愿意 大哥愿意这样对大姐付出 红娘都觉得挺感动的 但是卢大姐还有了别的担忧 你觉得夫妻之间 就是再婚夫妻 这个手机可以 密码可以公开吗 我没有密码 我没有密码 真的 那就说明你没有秘密 我啥要求呢 就是说 我这人吧 虽然说 看着挺刚小 然后也看着挺大度 但是有些事呢 我就是揉不得沙子 就是感情这方面 需要一个 对我非常衷心的一个老公 一个丈夫 说我在家里有个媳妇 在外边 我盖着应酬 或者是有一些异性朋友 这个事我是接受不了的 成功的男人吧 可以说背后可能有几个女人 生活中咱也经常 屡见不鲜那个事 有的男人就经不起用户 咱的叔弟娘 那我干这个工作 不可能一个理性没有 但是朋友 一些朋友 不联系呢 要分迟 你有买卖能不再去联系吗 但我没有过格事 工作的原因 大哥在外应酬是难免的 但是大哥也说了 他们都是正常社交 没有啥过格的事 虽然大哥这样说 但是大姐呀 还是有点不放心 生意上的疫情可以 如果跟生意无关呢 就私下里密切联系的 你看这里有一些 我们初学啥的 每天都问个好 不然发个微信呢 我几天没发微信 可能有人就决一句话 所以干啥 对 为了消除大姐的顾虑 大哥主动给大姐 看了她的聊天记录 你看我们这些 不论男的女的 天天忙嘛 别的话任何话都没有 我没有别的 啥也没有 艾美话啥都没有 就是他给你发一个 我就会发个图片 正常像那个聊天 同学之间 那很正常 真是能接受的 他这种信息太正常了 听到大哥这样说 大姐也理解了他的社交圈 这个年纪的独居老人 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照 太重要了 你别误解我的意思 有的人就认为说 我应酬你要是说干涉多了 就觉得我找着个伴 实际自由了 我就没有必要再找了 但是我呢 就要加着氛围 你是我的男人 那么你的去向呢 就是说我应该知道 我有知情权 对吧 咱们肯定能跟你说 我要干啥的 听到大姐这样说 大哥也理解了大姐的想法 女人嘛 要的就是安全感 这让大姐觉得 大哥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大哥是一个我觉得 值得依靠的一个男人 电视看到你以后 我就把他从你下载以后 看这人 发不流脆 说话老科的 这一点是 人也见面了 人也非常爽快 感觉呢见面了 我是非常挺认可你 听说我不认可 我就不能给电视台打电话 那你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我想说 我啥都不要 真的啥都不要 未来 我就对像你对的我自己 过世的爱人一样 我会那么对待你 可以 大姐她的说话呀 就是说处事方式啊 我挺认可的 是个 怎么说东北的村营 我就要找一个这样的肩膀 我也累了想靠一靠 是